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 Tony & Guy 設計師 Kon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髮型式 既簡約低調又時尚的 中長髮髮型拋光燙 那拋光燙來說的話 以像今年的髮型趨勢 它是比較偏向幾何的路線 那幾何的髮型 我們最具代表性的 可能是經典的包博的造型 可能是經典的包博的造型 它是從末端平角 然後到前側的地方 去做一個幾何線條 那染髮方面呢 這幾年最火紅的8H 就是所謂的手刷染 它是由數幾個 數條的那個刷染的線條 創造出所謂的一個 線條的效果 那在燙髮上呢有什麼樣的 具代表燙髮的作品呢 那就是拋光燙啦 那拋光燙的部分呢 它就是從側邊的一個 平整的滑順面 以及到末端的形狀 都可以去創造出一個 直加橫向的一個線條 那就是最具代表的人物啦 那我們也會知道說 幾何的髮型 應該講幾何的圖型 它是由點線面所構成的 那當然髮型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的髮型在創造之前都會是 以點線面下去做思考的設計囉 所以今天不要擔心 Kony會跟你分享說 欸什麼樣的一個髮型 或是什麼樣的臉型 搭配什麼樣的效果是最好的囉 今天Kony分享的這一款髮型呢 它不管是長瀏海或者是短瀏海 直髮或者是捲髮 甚至於長髮或者是短髮 都可以去擁有的一款髮型囉 那像這款髮型來說 你只要抓中一個關鍵要點 就是讓正面的輪廓的形狀 都呈現橢圓形就可以了 好比說 如果我今天的頭髮是比較長的 可是頭頂的地方塌塌的 那我覺得看起來很沒有精神耶 那要怎麼辦呢 那Kony會建議你 可以將瀏海的長度呢給縮短 利用瀏海的這個弧形的範圍 可以去增加頂部的膨度 那譬如說如果我今天的頭髮有自然捲 整顆頭很大顆 那個自然捲會撐起那個膨度出來 看起來很像獅子 那請問我要如何讓我的頭變成 椭圓形呢 那這時候呢 就要選擇用拋光燙來處理髮根的支撐 因為髮根有自然捲的關係嘛 所以它會重疊上去 所以會讓我們的膨度變得比較明顯 這時候呢我們就必須得要用泡光燙去軟化我們頭髮髮根的形狀 讓它的橫切面是比較平整的 所以這時候呢 當你從原本的大顆的獅子 然後你燙完了之後它就會變成小顆的頭 這時候就很像貓咪的頭有沒有很小顆 所以這樣子的頭型呢 就可以讓我們比較輕鬆去營造出一個橢圓形的形狀囉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現在女生比較多人擁有的就是空氣感的瀏海 有些人會覺得臉很大 所以會需要有一點點的瀏海來做支撐 可是它這樣子還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個視覺橢圓形 該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呢 Cony就會建議你可以調整頂部 就是不要動瀏海 頂部的這個區塊 頂部的區塊因為我們是分那個空氣瀏海 所以這個範圍會比較小比較在 所以我們後續的這個範圍會突然變得很寬 那長期分下來之後呢 因為萬物都隨著地心引力往下墜 所以會變成頂部的地方會很塌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稍微的去移動我們頂部的頭髮的形狀 比如說你可以從中心線然後改成旁分 或者是改成左分 這樣子的膨度呢 就可以營造出這邊的一個弧形度 所以你可以用瀏海去創造一個橢圓形 你也可以用後面 就是頭形的這個後區的地方 做一個橢圓形的形狀 那其實變成橢圓形的方法它有很多種 那KUNY現在分享的這三個只是一個最基礎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方法 那當然拋光碳是得需要靠化學的方式處理嘛 需要靠專業的方式處理 但是如果說你是用瀏海或者是這個區分的位置來說的話 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正面橢圓形的一個效果囉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了就是拋光碳可以解決法跟變形以及變膨之稱的那個狀況 那你一定心裡想說什麼是拋光碳啊 那拋光碳要幹什麼的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式最白話的說明就是燙直的燙法 那這個燙直的燙法你一定會覺得阿不就是離子燙 其實說實在的話KUNY會覺得既是也不是 那我們簡單說一下離子燙的歷史 那最早期來說的話其實像KUNY剛入行 那時候就大概在15到20年前 那時候剛好是平板燙的末期 那早期我不知道鏡頭前面的你有沒有聽過平板燙 平板燙早期呢就是用藥水然後刷在一個板子上 然後就是一直刷一直輸一直刷一直輸 對然後它會貼在板子上 對然後它是利用藥水跟板子下去做固定 所以你會想像喔就是頭髮上面也有板子 然後也有藥水所以它會一直重疊一直疊上去 所以你越疊的時候阿它就會很容易塌掉 所以髮根的地方就會看起來很服貼 所以大概在我剛入行那時候可能是18年前 15到18年前就是大家都很流行那種很直很順有沒有 一定要貼在 貼在臉型上的那一種 大家才會覺得哇這樣的髮質看起來很好 這樣的髮型看起來很 很仙女 但是直到了你燙了一兩年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中末段的地方可能髮尾會很容易分擦乾燥 所以我就會就是那時候的顧客們就會覺得這樣子的髮質好像不是很理想 那演變到後期的時候其實日本他們有推出所謂的溫縮藥水 那這種溫縮藥水呢它裡面是含有所謂的比較多的羊毛籽以及護髮的成分 其實在日本簡單來說他們就叫做說毛矯正 那我們台灣只是把它圓意翻過來 就是從日語這樣翻成 從日語的漢字翻成到台灣的說明 但是因為藥水的演變 但因為技術的操控以及毛髮理論的知識 不過隨著時間下去做增長 然後也有去做提升 所以現在的梳毛矯正燙完之後 其實不會像早期來了這麼的乾澀以及粗糙 然後還有包含所謂的離子夾 離子夾現在的工具也很多種 好比說可能它可以調控所謂的溫度 它會有所謂的彈性度 以及在它的浪板上現在有很多的工具是可以 讓你的受損法不要因為張力 或是熱傷害的高溫去破壞掉很多的髮質 所以像現在的燙髮的這種名稱 以及它的這款髮型的名字 我就會稱為它是拋光燙 那這種拋光燙來說的話 它是既簡單又方便整理 那你只要洗完頭之後呢 它就可以簡單抹一點護髮 它就可以打到你所想要的那種兩折面 那接著我們就會帶大家看一款 今天空力所操作的拋光燙囉 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簡約低調又有質感的拋光燙 那這一款的簡約低調的感覺 是來自於頭髮的幾何的線條 那我今天會將Model的長度 設定在肩膀的位置 那利用肩膀的一個弧形呢 可以去搭配所謂的一個 頭髮的一個俐落的形狀出來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讓頭髮是軟的感覺 貼在我們的臉上 那可能呈現的效果就會比較偏可愛 你想要的那種俐落又時尚的味道 就會比較薄弱 所以今天會透過燙髮的方式 來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唷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Model頭髮的一個資源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頭髮的頂部的地方 是比較服貼的 所以他頭髮的一個資源是比較偏細軟 然後貼在頭上 所以看起來頂部的膨度會沒有那麼明顯 那Cony剛剛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可以準備一隻尖尾梳 比如說像現在Model的頂部的地方 他是自然垂直下來的嘛 所以他還開中線 所以我們可以左邊或右邊 隨便挑一公分的頭髮過來 那當你挑了一公分的頭髮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頂部的地方會變得比較蓬鬆 當這個蓬鬆的形狀 他就可以調整頭型跟臉型的一個內輪廓 可以讓他呈現橢圓形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的頂部的地方 他是這樣子很服貼的 所以從正面這個地方 雖然內輪廓的形狀會去調整 但是你頂部的地方就平平扁扁的 看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火力 所以我們可以善用我們手邊的工具 然後左或右下去 增加頭型的這個頂部的碰度 那當然這是你在家裡最簡單最快速的 變成橢圓形的方式 那接著呢 如果今天是在Salon 或者是你今天過來跟Kony說 欸那我要怎麼去調整自己的臉型 可以變成橢圓形呢 那Kony會建議你可以去更改瀏海的範圍 那我們可以利用瀏海的這個區塊 然後剪髮的一個結構 增加這個頂部的膨度 當你的頂部的膨度呈現出來之後 你的內輪廓也可以變成橢圓形 你的頭型也可以變成橢圓形 那我們的頭髮啊 一般正常來說都是呈現霧面的狀態 那這個霧面的狀態呢 是因為我們原生的頭髮 大部分的人的髮質都是帶有自然卷的 所以你會發現不管你的亮光面 是從哪邊過來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的頭髮是彎曲面 所以你當你受光的那一面 它沒有辦法呈現一個比較亮 比較有質感 或者是比較滑順 鏡面般的一個感覺的時候 它就少了那麼一點點的味道 所以今天Kony會利用燙髮的一個方式 利用燙髮切斷頭髮裡面的鏈件 下去重組 然後用離子夾啊 然後下去做一個拋光 拋掉我們自然卷的一個弧度 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質感囉 那這時候鏡頭前面的你是不是覺得 欸? 那Kony啊我是不是每天用離子夾下去造型 就可以了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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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麼不建議用造型的原因 是因為熱傷害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破壞的工具 因為頭髮是蛋白質所組成 你要好比想像說 你打了一顆蛋然後放在鍵盤上 每天被這樣子燒焦然後蒸熟 那頭髮碳化之後呢 它其實你的燙髮的一個過程 跟染髮的過程 就不是這麼的好呈現頭髮的質感 所以呢 Kony會建議你不要去做造型的方式 用造型的方式 會去減少頭髮的一個時效性 尤其像台灣的天氣又怎麼潮濕 你每天花了30分鐘在那邊 一層一層的夾子 結果你一出去大門口之後又流個汗 然後天氣又那麼潮濕 那三分鐘就回來啦 那這樣子我會覺得 剛剛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去整理頭髮 就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嘗試用燙髮的方式來改變囉 好啦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來做 所謂的時尚以及橢圓形的一個細節啦 那剛剛Kony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在正面的這個瀏海的區塊 那以在正面的一個瀏海的區塊來說的話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如何創造出一個橢圓形的形狀 除了靠臉部的形狀的弧度之外 它還可以靠頭部 頭型的這個弧形下去做橢圓形 所以每一個人其實都是適合擁有瀏海的 那很多客人常會問Kony說 Kony啊我覺得我的臉很大 那你覺得我適合有瀏海嗎 其實是適合的 那大部分瀏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是在瀏海的長度 以及瀏海的寬度 這一個兩大重點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是 當如果你的額頭的弧形來到了比較窄面的時候 那我會建議您將把瀏海的範圍拉伸 如果你今天你的額頭的弧度比較大比較高的話 那我會建議您將把瀏海的這個範圍再縮小一點 那這個寬度來說 如果像Kony的臉型啊 Kony的顴骨比較寬 對所以像我的臉型就不適合拉到太深 那如果像妹妹的臉型是比較瘦的 比較鵝蛋臉的 那我就會建議我們的瀏海的這個寬度可以再稍微放窄一點 那今天這個model的頭髮資源是比較 是有含空氣瀏海的 那我會在他的兩側的地方做有一點點的線條 那這個線條呢可以增加頭髮的一些髮絲感 讓這款髮型除了俐落之外 它可以擁有帶一點少女感的味道 像這樣子的一個範圍來說的話 就很適合窄臉的女生下去做呈現 那我們的長度呢會比較建議設定在眼睛上的位置 那頂部的地方等一下我們會透過燙髮的方式 來去做改變以及調整 那在兩側的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將髮絲感營造的比較明顯一點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呈現做第一個內輪廓的橢圓形 那等一下我們會透過燙髮的方式來做第二個橢圓形 那我們修完內輪廓的劉海橢圓形之後呢 Kony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要將Model的長度設定在這個肩膀的位置呢 為什麼不是設定在下巴 也為什麼不是設定在鼠骨的位置 因為如果說在Model的頭髮的資源剛剛有提到了嘛 是比較偏細軟的 所以它很容易服貼在它的頭頂上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長度的部分設定在下巴的位置 它看起來會比較年輕可愛一點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想要營造比較俐落的感覺 我會希望它的長度可以再稍微放長一些些 但是如果你今天又將長度設定在鎖骨的地方 我覺得它有點太過於沉重了 因為長度過長嘛 所以我要善用我們肩膀的這個形狀 去營造出這邊的膨度 可以讓整體的氛圍感提升到一個比較時尚的味道 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善用我們身形的一個比例 以及它原始的形狀去襯托我們這個頭髮的膨度 你比較不用受外界的影響 所謂的外界好比說可能是濕度 好比說可能我們會騎車 戴安全帽就會很容易塌扁 那這一個位置上來說的話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接著呢 KONI 就要來做質感的部分啦 那在質感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處理呢 今天KONI 會用燙髮的方式來去做調整 那可以讓頭髮的一個形狀上來說的話 是比較有呈現亮摺亮面的一個效果 那大部分的女生呢 基本上在整段髮長的頭髮上 一定都會有燙或染過 所以蛋白質的含量一定是不太夠的 而且有時候分布會不均勻 導致末端的地方會比較容易出色 或者是乾燥的感覺 所以KONI 會建議在燙頭髮之前呢 上腰水之前先在中末端的地方 先補上大量的蛋白質 那為什麼要補蛋白質呢 因為頭髮是蛋白質所組成的 那畢竟你在上一劑的時候 頭髮藥水會生透到皮脂層嘛 那我們必須得要在中末端的地方 填補大量的蛋白質進去 讓頭髮的強韌性變得比較健康 那等一下你在操作的時候呢 它的一個蛋白質比較分布比較均勻的過程之中呢 它的傷害是可以降到最低最低最少的 那我們可以將頭髮的蛋白質整個大量的補充完畢之後呢 在上完一劑完之後 我們在二劑的之前 會先用離子夾下去做塑形 這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蛋白質就剛剛提到了嘛 頭髮是蛋白質所組成的 那當然蛋白質有很多很多種類 離子夾的部分它因為熱高溫的關係 所以我們除了補蛋白質進去 讓頭髮變強韌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就是水分 如果你的水分達到不均勻的狀態 那你頭髮的光澤感就會降低 當你的頭髮光澤感降低的時候 你會看起來頭髮是直的沒有錯 但是少了那一點亮面 像那個廣告女主角那種亮面呈現的一個效果在 所以我們在燙頭髮的過程之中 為什麼會建議客戶要去做燙前啊燙中的保養 甚至會建議顧客回到家裡 必須得要去做一些簡單基礎的居家護理 所以我們在燙髮流程的操作的時候 都會去做這樣子的品項處理喔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接著直接上一屆的藥水跟燙髮的流程囉 那我們的泡光燙已經完成啦 燙泡光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在燙完之後呢 會建議您需要補上羊毛子的產品 那什麼是羊毛子的產品呢 好比說類似像這種比較偏乳液類的護髮 像這種護髮類的產品呢 會建議在施髮的時候直接上 那上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著重的在週末段的地方下去做加強 因為我們剛剛燙完說毛矯正啊 所以其實頭髮裡面的蛋白質的含量會變比較少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羊毛子的柔軟感 下去增加頭髮的一些光澤啊 或者是柔順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家裡是上 習慣上油類的護髮的姐姐們 或是女孩們 那我會建議可能要把它的用量減半 甚至到你可能要再全部都吹乾 吹乾完之後再去增加髮尾的光澤就好 所以千萬記得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直接上油類的產品 因為台灣的天氣也比較潮濕 如果我們今天選擇比較偏重的產品 或是油類的產品 吹乾完之後的髮根 它不僅會很容易塌扁 那再來的話我覺得那個鬆感 頭髮的那種鬆感會比較薄弱 所以你甚至只要自己再抹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用吹風機 直接打乾就可以囉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吹乾啦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時尚又簡約 然後還有低調的泡光燙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再加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Cony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